國民黨議員盧坤福近日在市政種植群時間開始時 要求市府團隊全體體力為登格的死亡患者默哀 但市長賴清德以以默哀過為由拒絕 首次引發兩人言語交鋒 這些往生者,一種尊重可以嗎? 那個盧坤吳彥 盧坤福質詢時先針對台獨說與賴清德激辯 之後批評避政局長林彥山 警據給議員有關九份子重劃區、土地分配等相關資料 要求將林彥山趕出議會 賴清德原本堅持這件事雙方說法有所出入 會詳細調查後回覆盧坤福 林彥山不必離開議場,維持僵持許久 最後議長李全教為了符惠和諧 才是請林彥山暫時到旁邊的休息室休息喝茶 賴清德也同意 我們來我還不一定要給你 你有主張,你有知道嗎? 你就是為了國安為我 你這主管為了太厲害了 所有不對,都是別人不對 我跟你說你市長,你實在是夠過分 那個葉山局長,你必須要接受主席的財事 我們請你,而不是請你到那邊喝個茶 這樣子而已 他執行剩下十幾分鐘 你必須要尊重本席的財事 要不然議會不能這樣無限制啊 不是把他趕出去 那個魯言 本席這樣的財事你就接受就好了 不要再講了 因為我們大會啊,本席必須維持啊 維護大會的一個進行 如果啦,主席並不是把他趕出去 這個我可以接受 這個,本席並沒有說要把他趕出去啦 好不好 盧坤福一路罵到質詢結束 當質詢時間結束後 賴清德突然對盧坤福說 你為什麼關心這個案子,大家都知道啦 此話一出引起盧坤福不滿 上前頻頻大聲說 什麼目的,你說清楚 爆發質詢的激烈衝突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啦 什麼目的,你說 什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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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是怎樣 你夠清楚 你現在是怎樣 我會講清楚 執行官員 什麼目的 你人生攻擊耶 你怕什麼 你推我咧 你什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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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清楚 你講清楚 講清楚 講清楚 你回去我會講 給我時間 我正式講 兩人爆發言語衝突 民進黨市議員邱弟弟加入戰局與盧坤福對場 陷入短暈混戰 最後賴清德被市府人員帶離會場 盧坤福也欣然離開 才結束衝突 記者李宥春台南報導